那條槍槍 三男中彈 槍手是雜魚攤的惡霸父子 無姓惡霸父子帶人到鰻魚的面前 叫嚣 雜攤 叫他們讓出攤位 事後無姓父子開槍 打中三人 現場血跡斑斑令人觸目驚心 幸好三人都沒生命危險 可能是因為這個雜電事後引起的糾紛 然後談判 當場在爭執的過程中 發生了槍擊的案件 這件事的起因是 一名在準備賣芭樂的男子 因好幾個月沒營業 賣魚的就在他的位置擺攤 賣芭樂的看賣魚的生意好 想要回來 雙方起衝突 賣芭樂的早來無姓父子等人助陣 叫祖祖來啦 好啦 人家來啦 你不要這樣輸了啦 做生意不可以這樣啦 對啦 做生意不可以這樣啦 無姓父子和賣魚的 及賣魚的親友大打出手 親友連假牙都被打掉 11號深夜 賣魚的十幾個朋友 拿灌棒去砸 無姓父子的歡唱片 雙通道賣療 城鄉運動公園談判 疑似言不合 無姓父子疑似開槍 打中對方三人 開槍後汽車逃逸 警方已成立專任小組追棄 東新聞雲林報導 正值得到 雙方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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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思 假期見 成立首